日常生活中哪些因素可以导致这种黄成城周样板块的发生 而这种周样板块是心梗脑梗的病例基础 那么这些因素我们就要预防 最近我们国家知名的心血管病专家 上海中山医院的葛军波院士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解读 他指出了我们常见的 比如说血压血脂血糖 这个出现问题之后会触发这种黄成城周样板块的发生 同时他也指出了一些残余风险的重要性 尤其是大家想不到的这个甘油三脂 说到这儿呢稍有医学常识的人 他会说甘油三脂不导致周样板块发生 这个只是初步的认识 甘油三脂的确不直接参与周样板块的发生 但是富含甘油三脂的脂蛋白以及残力 也可以导致其周样板块的发生 对于这个问题 葛军波院士都有详细的解读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 后面这段视频的是葛军波院士和陈真月教授 也是上海的陈真月教授 瑞金医院的一起录制的 咱们分成几个小段 给大家详细解读 我先给大家放第一段 这第一段当中 葛军波院士在频繁地使用一个词叫LDLC LDLC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意思 大家自己先在这了解了 咱们往下听 我们虽然要重LDLC 但不能微LDLC 同时要重视其他的把点 比如说甘油三脂 就是气息打标的管理也非常的重要 多把点联合甘油 才能进一步降低心血管残余风险 使患者的获益最大化 葛军波院士您好 您好 我们知道2015年 葛军波院士率先在国内提出了 泛血管医学的概念 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与发展 业内已经认可这一概念 目前心血管疾病预防 也逐渐转变为泛血管疾病预防 然而在多种危险因素综合管理后 心血管患者仍存在相当高的残余风险 我想请葛院士介绍一下 与心血管残余风险相关的因素有哪些 您认为降低心血管残余风险的主要抓手是什么 探经治疗的普及 虽然带来了25%到35%的心血管获益 但由于有70%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我们称之为心血管参与风险 有关心血管参与风险的发生原因 虽稍微完全阐明 但是目前认为与非质类 质类因素有关 非质类因素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 炎症等 质类因素则首先要看 LDLC 就是我们说的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是否达到了理想的把目标水平 其他把点还包括 肝油三支就是我们所谓的TG 或者是富含肝油三支的质蛋白 我们叫TRL 以及残力胆固醇 我们称为IC或者质蛋白小A 目前比较明确的两个参与风险指标 为参与胆固醇风险 那就是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大于等于1.8毫米每升 以及参与严正风险 就是高明西方原蛋白 大于等于2毫克每升 对于参与胆固醇风险 降低LDLC 所带来的获益无垠之一 2016年 当时我曾起初把LDL水平 降低到先生出生的水平 这个观点 随着寻定学证据的积累 现在至于假设 也已经成为大家所认可的一个共识 尽管进行了强化降值的治疗 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 心血管高位患者 没有达到LDLC的目标值 这也是 其实我们单八点的作用是有限的 为了更好地降低患者的心血管参与风险 需要多八点的干预 因此我们虽然要重LDLC 但不能微LDLC 同时要重视其他的八点 比如说干油三支 就是气息打标的管理也非常的重要 葛军波院士提到了 常见的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同时对于干油三支 他也着重地提出了 这一点很多人忽视了 所以说对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高位人群 我们除了让低密度脂蛋白达标 一些残余的风险 还要去帮助加以控制 尤其是干油三支 那么如何控制最近这些年 国际上有什么新的进展 咱们在下一期视频里 张大夫会带着大家听葛院士和陈教授怎么说